松山区公所与松山社大合作 开办松山无感体验走读工作坊 这回来到具有将近70年历史的 松山六安堂生药行 由第三代传人媳妇廖世奇老师 为参加活动的社大学生 介绍各种中药材 以及制作中药材的过程与传统器具 深入认识台湾今日素果仅存的 自切泡制药材盐粉特殊技术 课程最后六安堂更特别准备 药膳排骨及四层汤 胡理好 胡头包 手作DIY 让参加者收获满满 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就是要糖 然后就卸成一小片一小片 这个就是南北捡衣 这个就是泡制的这个座 这个是做药的 这个是做药的药 这个是做药的药 这个药的药 这个药是 这个就是以前 这个百年历史的感觉 这个有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就是以前员工住的 全称时期有差不多十几个员工 然后小孩子都16岁就来了 怕小孩子出去跑出去玩 所以弄一个乒乓球桌 给他们在那边滴动 然后晚上也可以 对晚上也可以陷叫 然后现在都是在放药材 像这种做法 这个做法是用抽的 它的粉会比较细 那这个药粉是用磨的还是要加点粉 磨的 就是刚才说的烘完了以后 隔天到每天 像每天就是 对这个是打出磨的 这个打出磨的 打完出磨以后 他会用这个机器 或者这个机器 那有的是直接就磨完了以后 磨完了以后 他会用这个做筛 那这个过筛 是真正的药粉去筛的 那有一种是直接磨完筛 那有一种是用抽的 抽的是它粉会比较细 这是打出磨的 那这个是搅拌机 我刚刚讲的 那个熟地 他就会先用这个先搅 搅拌手 这个不是脏 这个都是每天愈滚的 很多用粉来说 像这样都是滚的 他们大陆他们其实是防风 防风铃 这个都愈 台湾有在用 所以还是会进口 我现在的挑战说 客人会说 你那怎么在败 可是不是我要买这样的败 是因为没有缘 没有人进 差不多这么大条 因为没有人要自己做油 大家都叫本来做好 问题是做好 我不敢言 为什么 还要有这种设计 有手在用 松山社大校长刘英归表示 松山六安堂 自民国四十三年 在台北市松山区 劳河街开业迄今 已经有六十八年 至今依然保存相当费工的 药材制作方式 更亲眼见识到 旧式器具的使用方式 以及旧有闽南市建筑的特殊设计 非常感谢六安堂杨老板及廖世奇老师 无私且继续谜语的分享 很开心今天大家加入我们这个学习的行列 因为我们要来做五感体验 什么叫五感体验 待会儿伟伟老师会带领我们 而且教给我们 那中药呢 一向都是从根本给我们做一些治疗跟保养 好 那我们六安堂呢 是创立于民国 创立于民国三年 1913年 到现在的话 已经有110年的历史 百年老店 所以是不是就帮我们保养健康 保养了百年 我们今天呢 就好好的来学习一番 然后在我们松山区 有这么好的这个 百年语堂的中药老店 然后里头也有很好的中医师 也可以帮我们保养 还有非常好的药材 帮我们治疗兼保养 这就是我们中药的养生之道 所以今天大家都非常幸运 有机会来做学习 松山区区长游竹萍表示 接下来区公所也会特别吸手六安堂 推出特别版的中药补气大礼包 只要在5月13号前 自松山风情 松山区公所粉丝专业 自顶贴文参加活动 就有机会抽奖获得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